同样新岁的还有也是28岁的澎湖空难罹难者许献中的母亲 许献中从小在澎湖长大 目前家住高雄 她跟朋友呢一起搭上了这一架事故的班机 许献中的母亲在认识的时候哭着说 她没有办法接受原本身高180级公分的儿子 因为空难失去双腿 如今只剩下160公分 许妈妈希望一定要把儿子的遗体修补回原来帅气俊俏的模样 澎湖空难罹难者许献中的母亲哭断肠 数度昏厥 家住高雄的她因为从小在澎湖长大 这一次瞒着家人在台风天和朋友一起出门 没想到就此天人永隔 妈妈眼中的孩子帅气又爱漂亮 只不过原本身高180公分的许献中 因为双脚不见了 如今只剩下一百六十几公分 妈妈哭得好伤心 要求一定要把儿子的大体修补回原来的模样 脸书上的照片看得出许献中的阳光个性 只是这笑容再也无法回到现实 如今母亲只能在过去的影像里 透过完整的缝补大体 在心底留住对儿子的所有亲情记忆 记者容孝阳张俊慧 澎湖报道